好,各位同学,大家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要跟各位谈一下这个简洁器。那简洁器的话呢,英文就是Limiter,或者是称之为Clipper。那简洁器的话呢,基本上它是由一个二极体跟一个电阻所构成的。那它所要求的这个output电压呢,是这个二极体两端的一个电压。 好,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二极体,这是一个Limiter,这是简洁器的一个电路。然后呢,当我的VI在正半周期的时候,正半周期,那我们看比较高的点,就是在VP的时候。那只要呢,这个电压呢,这个VI大于0.7的时候,它就导通。 好,各位看一下,这个大于0.7呢,这二极体就导通。 好,那导通的话呢,output会怎么样,会维持一个固定的电压。如果说,我们假设二极体,它导通的压降是0.7,那么呢,不管你的VI是多少,那它的这个电压就会维持在0.7,这个地方,如果一导通,它就会维持在0.7。 好,那如果说呢,这个VI呢,比0.7来的小,那么,这个点,比0.7来的小,啊,这一点是0,它呢,就没有办法使二极体导通。 没有把,办法使二极体导通呢,它就视同于段路,那,这边如果是段路的话呢,这个R1就没有任何的压降。 所以output就会等于input电压。 好,所以图呢,这个limit的图呢,就会长成这样,上去,然后, 在正半波的时候呢,它会被截掉。 然后呢,复斑坡的时候呢,就完全被通过。 OK,这是第一种情形。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如果二极体是,这个,啊, 阴极在下方,阴极在下方的话,那么它是头被截掉,头被截掉。 好,那如果说呢,我们去看它的,刚刚看的这个东西呢, 是所谓的这个tension,就是,啊,这个是时序,然后这是电压。 那如果我看的是什么呢,如果是VI跟VO之间的关系图的话,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如果说它小于0.7的话, 那VI跟VO是相等的,完全让V,这个,啊,它完全等同于VI, 那么当VI大于0.7,就是这个大于0.7的话, 那这个D1一导通,一导通的话呢,VO呢,就只剩0.7的压价。 OK,啊,所以这是这种D种形式的这个limit。 好,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二极体呢,把它,啊,就是,啊, 做一个垂直的一个翻转,垂直的翻转,这时候呢, 阳极接地,阳极接地。 好,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当这个VI呢,如果是正半周的时候,正半周的话呢, 这边的电位,啊,因为这是0,啊,这边的电位就, 就会比这个电位高,那也就是什么, 阴极会大于阳极,啊,这边的电位, 比这边电位高,那它就视同段路,啊,视同段路。 好,所以大于0的话呢,它视同段路, 视同段路的话呢,那就没有电流流过, 那么,没有电流流过的话呢, R1不会有压降,所以VO就等于VI。 好,所以呢,整个output就会跟input一模一样。 那么,当这个VI呢, 只要小于-0.7的话, -0.7的话, 那么,这两端呢,就导通了, 各位看一下,因为导通它需要0.7嘛, 这里是0,所以这一点的电压呢, 这一点的电位呢,就是0.7。 因为二极体现在是往这边嘛,往这边导通, 这边导通的话呢,就是阳极比阴极大0.7, 那这里是0,所以这里就是-0.7。 好,所以VI只要比-0.7小, 那这边就会导通, 那一导通的话呢,output就什么? 就会等于负的0.7, Vout就会等于负的0.7, 因为Vout呢, 这边是正,这边是负嘛,OK。 好,所以呢, 看起来像什么? 看起来像是它的下方, input的下方, 这个波形被截掉了, 被截掉了, 这个就是limit的由来, limit的由来。 那, 那,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说如果这个朝上, 它限制的是这个截掉的是下方的电压, 那如果是朝下的呢, 它截掉的是上半部的电压。 好,那当然呢, 如果它小于0.7, 这个是它的这个VI跟VO的特性曲线, 就是它小于0.7的话, 它会维持在负的0.7, 那如果说呢, 它大于负的0.7的话, VI跟VO就是一致的, 这会相等。 好,那所以,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整流器呢, 跟剪裁器, 其实整流器呢, 它看的是什么? 它们两个都是这个, 一个二极体跟一个电阻, 所形成的一个电路, 那整流器呢, 看的是什么? 电阻上面的压降, 然后剪洁器呢, 看的是二极体上面的压降, 所以这两个其实是相同的东西, 只是它看的这个, 在哪一个元件上的压降, 是不一样的。 好,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 如果说我在这上面呢, 这个加上一个电压, 就是output, 是一个二极体跟一个电压的总和, 那我们发现呢, 会发现什么呢? 就是说, 好,我们先看一下, 这里是零, 然后呢, 这里是零, 你这个点的电压呢, 是多少? 就是要等于多少? 5.7, 好, 这一点就要5.7, 所以你要让二极体导通, 这个点呢, 是必要大于5.7, 那么, 所以VI大于5.7的时候呢, 这个二极体就导通了, 二极体导通呢, 这两端的压降是0.7, 那output是这个0.7再加5, 所以呢, 它就会等于5.7, output就等于5.7, OK, 所以只要大于, input大于5.7的话, output就会等于5.7, 那如果说呢, 它小于5.7的话, 5.7, 小于5.7的话呢, 这里就不会有压降, 好, 这里就不会有压降, 所以呢, output就会等于input, 这个, VO呢, 这个点VO就等于VI, 因为什么? 因为R1没有压降, 所以小于它的话就是会, 这个, 保持原来的input的这个, 电压, 那我们看到什么呢, 看到呢, 朝下我们刚刚说会把, 结掉上面的波形, 那这里呢, 因为加上了一个5V, 所以呢, 它整个会向上提高5V, 它的准位, 结波的准位会向上提高5V, OK, 好, 那一样, 就是只要大于5.7, 它output就等于固定了, 就是5.7, 那小于5.7的话呢, output跟input就相等, 好, 最后一种形式呢, 它呢, 是向上, 这是朝上, 代表的是朝上, 然后呢, 一样有一个电压的一个offset, 那这里一样是5, 那这里是什么呢, 这里是多少, 这里呢, 就是4.3, 如果5这个点比4.3来得小, 这个点比4.3来得小, 这个点小于4.3, 那么, 这一个二极体呢, 就会导通, 因为这边的电压比这边的电压高, 它就导通, 那导通的话呢, 这里就产生一个-0.7的压降, 然后这里是5, 所以output就会等于4.3, 这个点, output会等于4.3, 那这一个呢, 这个如果说, 什么时候会段路呢, 就是上面这一个呢, 大于4.3, 这个如果大于4.3, 这个点如果大于4.3的话, 太好写了, 这个大于4.3的话呢, 这里就会形成段路, 这里就会形成段路,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如果大于4.3, 那么从这一个点到这一个点呢, 就没有足够的压降, 可以让二极体导通, 那么它就会段路, 那段路呢, output跟input呢, 电压就一样, 所以各位就会发现说, 只要大于4.3, 只要大于4.3, 它就会怎么样, 完全的通过, input会等于output, 但是呢, 只要小于4.3呢, 它就会把它解播, 好, 那解播呢, 就会这个, 这两端的电压就是4.3,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什么样的结论呢, 就是, 如果二极体朝上, 就是, 截它的负半波, 二极体朝下呢, 是截它的上半波, 那么, 那这个如果又有一个电压的话呢, 就是直接做一个位移, 像本来这个是负零点七, 然后再加五伏, 你就得到4.3, 好, 4.3, 好,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的转移特性曲线, 这个都非常简单, 那么, 如果说呢, 是刚好是这样子, 往这边, 跟往这边, 就是说它是双向的, 一个朝下, 一个朝上, 那会是怎么样呢, 各位看一下, 当我大于0.7的时候, 这个点大于0.7的时候, 这个部分导通, 那么一导通的话呢, output就是0.7, 好, 那当小于0.7的话会怎么样呢, 当小于0.7的话变成什么, 变成这一边的二极体是导通的, 这一边的二极体是导通的, 所以它就变成负的0.7, output等于负的0.7, 那么如果介于0.7跟负0.7之间的话, 那么两个二极体都没有办法导通, 两个二极体都没有办法导通的话呢, 这里就没有电流, 那么VI就等于VO, 所以各位可以发现说, 事实上呢, 只要我大于0.7, 因为output导通, 所以它这里就是0.7, 然后呢, 如果是小于0.7的话, 小于0.7的话, 那么就变成第二个代二的这边导通, 它就是负的0.7, 然后介于两个之间, 这一段就介于两个之间, output就等于input, 就等于input, OK, 好, 那它的转移特性起旋就长成这个样子, 它会上下都被限制住了, 好, 像这样的图呢, 各位就可以思考了, 这个是朝下, 朝下就结什么, 下半波, 朝下是下半波被结掉, 下半波被结掉, 然后朝上呢, 是上半波被结掉, OK, 然后呢, 它会形成类似一个, 像刚刚, 这样的一个图形, 好, 重点是这一个, 好, 这个呢, 上半波被结掉了是什么, 是不是, 呃, 这个部分, 然后呢, 它, 要减掉3, 所以我们看一下, 应该往这边看, 这个如果说你要看这个导通的话, 我们先看, 要导, 这边要导通的话, 就是它要带5.7, 然后呢, 如果说另外一个呢, 变成另外一个地方要导通的话呢, 差要小于负3.7, 那如果介于负3.7跟5.7之间的话呢, 它就是会等于, 好, 两个都不导通, 所以你会发现说这里是5.7, 然后呢, 就结掉了, 因为这一段导通, 那一导通这上, 这个就是0.7的压降, 然后呢, 这里没有导通, OK, 那其实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边呢, 这个是这个部分, 这个呢, 那是截掉下方的, 这个波, 朝下的对不起, 朝下的话呢, 是截掉这个上方的波, 然后呢, 它要往上加5幅, 这是往上加5幅, OK, 然后这个呢, 是, 截掉下方的波, 截掉下方的波, 然后呢, 它要再向下呢, 再减3, 再减3, OK, 所以它会从负0.7再减3, 就掉下来,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图, 好, 那所以, 整个Limiter呢, 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OK, 那我们实际上呢, 来做一下, 模拟, 好, 这个图, 那这个把它称作为Vout, 这把它称作为V, 这个, Vout1, 这叫Vout2, 那我们做一下, 这个Change Analysis, 好, 那Output呢, 我们同时把Vout1跟Vout2, 把它丢过来, 做一个模拟, 好, 这是Vout1, 各位有发现说, 其实呢, 这个Vout1呢, 就是这一个, 绿色的, 绿色的, 好, 它这个呢, 头被截掉了, 头被截掉了, 那截掉呢, 因为本来应该在, 截掉的地方应该本来是在负0.7的地方, 反正应该在0.7的地方, 然后呢, 这里呢, 因为它减了3, 它减了3, 所以这一点的电压呢, 可以看一下, Vout1, 第二个, 好, Vout1呢, 大概是负2.3, 那负2.3, 这个点的电压是负2.3, 负2.3怎么来呢, 本来应该, 没有加这个Offset的时候, 它应该是0.7, 再减3, 所以, 它会等于负的2.3左右,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这个Vout2, Vout2呢, 这里, 上下呢, 应该是, 这里本来应该是负0.7, 这个本来应该是负0.7, 但是呢, 它加了两幅, 所以它大概是1.3, 它的压降大概是1.3,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种双向的, 好, 这个双向的Clip, 那我们把它做一下分析, 这个呢, 它是Vout, 对不起, 这应该做一个, 这应该做一个, 10伏, 然后, 它是60赫兹, OK, 做一下圈线analysis, 各位同学可以发现说, 它这个压降啊, 它就是上面跟下面都被截掉了, 那这个导通的时候, 各位看一下, 这个导通的时候呢, 这边, 这个是不是一个0.7, 然后再加两幅, 再加两幅, 所以这个点呢, 应该是2.7, 这是2.7, 我们可以看一下, 大概是, 这里写的大概是2.5左右, 这2.5怎么来呢, 就是大概是2, 去加这个0.7, 好, 然后呢, 这个点呢, 这个点应该是多少呢, 各位可以很容易的去计算, 这个一导通的话是多少, 是负的0.7, 负0.7在减3, 所以它大概是负的3.7左右, 所以大概是负的3.7, OK, 好, 那希望呢, 这样的讲解呢, 大家对于claim, 这个clipper, 或者是所谓的limit, 有一个简单的认识, 位置1, 6, 6, 3, 6, 6, 7,